我們要紅綠燈 不要死人 讓我們有安全的路回家 手持標語喊口號 沿平鄉的布農族人憤怒的抗議 由於台北縣這個路段交通量增加 但是卻沒有紅綠燈 當地居民多年前已經曾經過 但遲遲沒有下文 沿平鄉桃園部落以及紅月部落族人 抗議政府漠視當地居民的聲明安全 車流量明顯增加是因為去觀光紅月哨棒 還有布農部落屋 高台 對 高台 台油線本來就是唯一的三線 車流量又多 他們只裝設 閃黃燈 辦事他們開慢一點 就在這個中間在那邊等的時候 後面的車 大卡車或是遊覽車都恐怖在那邊 那個心生恐懼 然後要轉不轉 車子又快 因為我要切過來的時候 那邊的路不會 那邊的車子不會讓我 那邊的車子不會讓我 對啊 所以你只要等到完全沒有車 才可以切過來 後面的車就算你打方向燈 它也不會讓你 它就是這樣衝過去 然後你在那個角落 它是看不到那個地方的來車 就蠻危險的 好像七年前 你們交通隊說 一定要有幾個死人 這個出事情 才能夠弄紅綠燈 不是這樣講 不是這樣講 它這邊一年要有幾個死人 才做紅綠燈 那桃園村跟紅綠村有兩個村 蠻多人的 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不是用這個死 要死幾個人 才去做這個紅綠燈 因為交通可能比較擁擠 還是車流比較多 有所變化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就會以它發生的數據 來參佐 是否設置 並不是說 因為一定要發生那麼多箭 才來設置 這是可能大家有所誤解 不過這場會刊 交通隊並沒有當場 承諾居民會架設交通號次 只說還要在開會討論 居民感嘆 要平安回家 卻有許多門檻的限制 等了七年的紅綠燈 至今相關單位 還是沒有給明確的答案 除了人擔心 是不是又要再等七年 才可以平安的回到家 記者 台東綿平報導